彈簧而出 康瑪斯的籃板 彈檔過後再交回給楊敬明 對個假動作在中心裡做拷頭得分 昨天AB裡面 在昨天的比賽當中出現了八次的失誤 但他自己要去控制好 副球動作真的要做好 連續兩球都被剝掉了 哎呦喂呀 楊敬明打得跟泥球一樣 賽攻互相取消了 國有打陣地戰的話 國王這邊也非常的有經驗 楊敬明的三分球 今天阿敏第一節on fire 4選中 阿敏直接打起來 圍圍的三分球 楊敬明 這球鞏固並不理想 對 這波智真的不理想 阿敏 進算加把 楊敬明要算上拔球線 楊敬明的拔球 今天 阿敏再一步 三分線外出手 這是他的熱區 就像剛剛 阿敏 他差點要掉 雷敬明在轉移出來 楊敬明的外線 開火在三分線外 命中 鐵血四關掌 對沒有 沒有想到他會出手 對 沒有想到他會出手 他會在反倒的 德維尼的相當緊 然後這一球 還是沒辦法 技巧太好了 對 不過在高度上 現在他馬是很有制空權 制空權 第一線 果然是空 四關掌 還有一個進算加把 不要給鋼鐵人肯定的是 如果是 在高位的時候 你都沒有太好的機會 再轉移出來 張文平 底線 楊敬明不光 這個節奏 這個節奏 然後鋼鐵人的房子有點下滑 這要注意一下 現在雙鋒三分的差 去進算加把 楊敬明連得五分 而且還有站上罰球線的機會 接近季後賽的時候 對季後賽的時候 變成明開賽呢 就來到球場 哇 國王突如其來的壓迫 馬上收到了效果啊 而且楊敬明要到罰球機會 後場處理球還是有點低下 沒辦法 他可能就真的需要一點 多數呢 還是相當到位 踢腳 楊敬明中距離 極拼跳投 擦板得分 最接近實戰緊縱的難得 三方形有三分差距 楊敬明要三分線外還以顏色 不過這邊裁判想哨了 這也是鄭德維個人的第六次犯規 三方 阿米 阿瑪是已經清開空間的選擇 代步 這邊裁判響哨哨 吹的是南模呂正如嗎 阿米 的罰球 攻下了39分 謝謝